接着帮观众微微问2388 他说想Rabby帮他更新一下对2388的看法和策略 他27元购买,拿到现在怎么做 听他的后闻似是经历了那个 上去又再乱回来 最不甘心是这样 怎样呢? 那一年看法呢 其实银行股在年中的时候 记得在这里做节目都说是开始审慎了 没有上半年来得那么乐观 当然看法上对25多都很悲观 因为炒什么仍然有 渣色像takken还是存在的 但是股软很明显是铏过了在初球的那段 充的比较明显些 就已经发现了很多 之后只是一个稳步向得比 明显 但是近几个多月的那些变化 就到 NATO 担心着经济情况 一来可能说多些东西 大家时初市也会担心 二来就始终都怕加息,虽然对息差有帮助 但是对于经济活动和盈利有些影响 你看到近期的股价反复一些 有点压回均线,整个世纪会有点转变 所以如果你说看法就一定没有之前那时那么乐观 但是我觉得你幸好都是这些位附近持下 而且息这些位都如果预期息率有4.8,4.9 不算太低,当然可能5厘过去会更加好 所以股价可能会有少少返复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说持下一个中线收息 我觉得这些位置你绝对可以持下线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都担心 以3月份的低位25.5 如果向下跌穿25.5 你也是输1.5 我想这些位去走会合适一点 如果不穿这位置不妨保持一下才会比较好 他们不穿替一下 特别清谢谢 他也不想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